大家好,今天是4月29号,礼拜一 今天李斯本还是天冷的 这两天又降温了 早上起来只有十多度 那么五月份 这个葡萄牙移民局再不开位置 真的就说不过去了 因为我们也等了差不多一个多月 一直没有什么消息 那么接下来就看他是开在线换发呢 还是有新的这个招数 比如说发短线,发邮件 通知我们去换居留什么的 那五月份还有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葡萄牙这个有房子的人 要注意一下这个地皮税要交了 就是每一年的这个城市财政税 这个是每一年这个房子要交的钱 如果是少于100块钱 那么一次性交 多于100到500的话可以分两次 那500以上呢可以分三次 分别是5月、8月、11月 那一般我们的客户呢 直接帮他一年就直接交了 特别是在五月份的时候 直接一次性交期 如果有需要带交也可以联系我们 那我们就看5月2号 看葡萄牙这边有没有最新的消息了 大家尽情期待吧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再见 葡萄牙专业财务会计税务 中文会计师为您服务